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彭仔 今天是7月27日 为大家带来真实的华强北行情 首先看到这批是SE2代 有些是新拿的 有些是之前剩下的 整体橙色还可以 电子什么都是精挑的 咱们拿的电池稍微好一点 是比电池低要高价的 卡贴机咱们这些好一点的是600多起 然后无锁的也是800多起 A13的芯片性能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喜欢这种小屏手机的话 那么它是非常具有性价比 在这个价位段应该没有比它更耐用的 再看到iPhone 11 256 每版无锁的 有点小花亮成色 这个机子现在拿货还要去到24张 可以说是非常长时间没有掉过价了 可能很多人会不信 觉得这么高 是不是我故意报告 如果了解就知道吧 这就是真实的一个拿货行情 但不管怎么说 如果喜欢11这款水桶机的话 那么它还是值得入手的 再看到这个是华为的Mate 50 256的内存骁龙8家的处理器 这个外观成色还行的 都是亮机 然后价在34张 虽说这款的保值率不如Mate 40 Pro 但是拍照和外观的质感还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这个价位还是非常值得入手 在鸿蒙系统的加持下 这个流畅用的几年都不成问题 再来看到这个是港版的13 Pro Max 这个橙色是比较亮的 有9八星左右 外观几乎找不到痕迹 港版跟国航硬件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双卡双贷 这种橙色好的拿货在62张 然后要有苹果最好的体验 基本上至少要13 Pro 这个系列起步吧 这个机子基本能保障 三五年流畅使用 而且外形不落伍 而且三年后还能质量新多 这一两个月都基本不会这么跳水了 想入手的话 现在还是比较适合 想了解其他更多机型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